作为2021年的首部单改爆款剧《山河令》,无疑是目前热度最火的剧集。 这次我们就为大家整理出了十个关于《山河令》,你可能不知道的是, 看看在这些尔虞我诈的江湖纷争下,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秘密吧。 《山河粉画生存》与专家揭开潜在台词。 相信眼尖的观众应该发现到了,《山河令》这部戏在几场戏中主角的口型, 有很多时候都对不上,这无非就是要配合, 《广电》总局靠后期配音给换掉了原词,《山河令》纯语甚至登上热搜榜, 网友们开始化身为纯语专家,猜测原本的台词到底在说些什么, 《台经》绝对白实在是让人听了脸红心跳,响入非非。 现在我们就来听上几段吧。 我小时候在我妈被子里丢了只死老鼠,结果被她发现追打我三条街。 我和心上人,洞房华竹,共赴乌山浩良缘,好不快活。 大不了我以后也供你去测,可好啊。 好啊,那就请你圆润地走圆点。 便把下半辈子都卖给你。 可好啊。 好啊。 那就把你卖到青楼。 这些含糖量高的台词,无非就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,但存在外力因素又很难播出来。 这也无阻网友们使出各种手段磕糖,毕竟观众自己脑补异响的内容,才是最精彩的。 张哲磊和龚俊不是男主第一人选,随着山河令的成功张哲磊与龚俊热度飙升,成为了近期讨论和话题度最高的内地男星。 两人CP感满满,感情线顺畅同时不让人有不适之感意外走红,但传闻山河令的第一主角人选,并不是张哲磊和龚俊,而是另有其人。 由于不被看好又遇到去年的影视寒冬,演员的片酬自然也不高,所以原定出演周子舒和温克行的两位演员,先后因为不同原因退出山河令的拍摄。 其中原定出演周子舒的剧传是演员毛子俊,原本毛子俊是主演周子舒的选定者,由于这部剧迟迟不开机,演员等不起所以只能先去演别的剧了,错过了这部本可以爆火一把的主角戏。 而原定饰演温克行的则是在山河令中,扮演蝎子精的演员李戴坤,李戴坤退出的原因则是认为自己不合适所以主动请辞,这才接演了后来的蝎子精,不得不说李戴坤的眼光很是毒辣的,即便是出演了一个小小的配角,但是蝎子精一出场的时候,还是惊艳众人。 龚俊二次下海丹美城内于第一人,龚俊饰演的温克行可说是山河令中最具人气的角色。 这个丰批美人工性格复杂多面,暗地里是心狠手辣的鬼谷谷主,但在周子舒面前却是个宠妻的骚话王,各种甜言蜜语让观众直呼真香。 龚俊也被观众大赞,简直是把温克行给掩活了。 其实部分观众可能不知道,龚俊在2018年,就曾经出演过丹美剧盛世。 在剧里也有许多,比山河令尺度更大的剧情。 对于二次下海就被网友调侃龚俊,果然是为丹美而生的。 对比他在BG剧的演出,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BL剧的表现,更加得心应手,不管是从眼神还是肢体动作,都可以看出他对周子舒满满的爱意。 大家纷纷觉得回到丹改的龚俊,就像回到了老家,表现放得开又让人感受到了,这个骚弓满满的激情四射。 张哲瀚想演的其实是温客行。张哲瀚作为第一次出演单改剧的男演员,这次在山河令让人眼前一亮,摆脱了以往让人感觉冷漠又硬汗的荧幕形象。 纷纷被他在卸下伪装后的俊秀容貌经验,掩盖不住骨相的精致,眼神凌厉,五官棱角分明完全就是活脱脱的周子舒。 张哲瀚和龚俊最近参加活动接受了采访,而两个人都被问道,如果能选的话想演山河令哪个角色时,张哲瀚就表示,自己在读过剧本后,更喜欢的角色是温客行,还特意争取了这个角色,却被拒绝,还让他对此有些小难过。 而龚俊则是明确表示不想演周子舒,还坚持表示自己最想演的还是温客行。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,张哲瀚饰演温客行的话,会是怎么样的感觉呢?张哲瀚与龚俊的空气游泳。 在第五集中周子舒与温客行,在夜晚湖中武打调情后,周子舒落入水中卸下伪装的浪漫情节。 在片场花絮播出后,许多观众恍然大悟,原来这一切都是使用后期绿屏特效合成的,看见视频之后才幻想破灭。 张哲瀚与龚俊空气式游泳,实在是考验演员们的演技,光靠自己想象在水中表演,只能说现在的电视剧,拍摄技术越来越厉害。 真真假假也越来越难分辨。 山河令的穿帮镜头 随着山河令的热播,剧迷在追剧的同时,也眼尖地发现了一些穿帮镜头。 就比如在第七集的画面中,人群身后的店铺里头,有一名穿着古装戏服的林衍,正坐着滑手机。 屋檐之下的阴影也更加映衬出荧幕光亮。 这一幕很快吸引走了观众的目光,弹幕也开始了激烈的讨论。 以至于站立在路边的主角张哲瀚,也顿时黯然失色。 还有一幕另类的生理穿帮画面,也被粉丝们当场逮到。 那就是当温客行要叫周子舒起床时,发现了他的身子某处好像有些不太对劲。 果然是表面上说不要但身体却很诚实。 爆款山河令在播出前不被业界看好,这部成功打响了2021单改剧第一弹的神剧,在尚未开播的时候就不太被看好,还备受争议。 为开播前所放出的片花,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廉价位,打戏过于做作。 慢动作的设置让人忍不住皱眉,整个制作组显得穷酸。 其实,山河令一开始就被认为会使胡剧导致投资成本低,经费极为有限,所以剧组的前期筹备可说是相当不易,刚播出时也是差评无数。 前几集剧情拖沓和配角周也等人的演技,也稍有拉胯,再加上各种滤镜磨皮,和过于虚假的特效也被人诟病。 但山河令却是后劲十足,随着剧情的深入,支线,复线的详细铺展,人物的设定也逐渐立起来,主角之间的演技,也都肉眼可见的进步了,逐渐进入佳境。 口碑也逐渐上涨在多半拿下惊人的高分,不只在国内大火也红出了海外。 可说是单改剧中,让人大掉眼睛的黑马成功出圈,山河令用新的细节刻画。 山河令的制作经费有限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,但这部剧最让人佩服的就是团队尽其所能的做到最好,用新的想方设法提高整个画面质感和美感,利用影视作品中常用的象征性手法来提升剧情的氛围。 灯中的飞蛾象征着被刺杀者的走投无路,周子舒用红色染料所画的梅花,象征着他周围的人都深染鲜血离他而去。 天窗组织在行动前必会看见孔明灯,周子舒与温克行两人眉来眼去,打情骂俏的时候,互相把两块烧饼贴在一起,暗示着两人微妙的关系。 鬼谷漫天飞舞的指前,告诉在场的人今晚必死无疑,细节的精准处理,也使山河令获得了不少好评。 铁粉编剧成功力足原著魔改 许多单改剧最让粉丝害怕的就是,不尊重原著的故事剧情。 单改剧无可避免的都是走向兄弟情,资本买下IP就任意大幅度的删改,傲慢地加入一些,自以为观众会喜欢的元素。 就算能通过审查,也不可避免剧情被无情削弱的事实,不忠于原创,只为捞钱的恶劣作品,观众也不会买单。 好在这次山河令的编剧,本身就是原著天涯客的忠实书粉,对小说中的所有情节都了如指掌,也非常明白原著会受到追捧的原因。 和观众究竟想看到的是什么?影视版在知己情为基础中,也能找到两人,相亲相爱的蛛丝马迹,和大量暗戳戳的发糖,满足了各大书粉和剧迷的要求,可说是功不可没。 愿所有单改编剧都能学学,尊重原著,不乱添加修改就能坐稳收视,我们要的是尊重爱情。 优酷家更神操作遭吐槽,就在选秀节目《创造营和青春有你》,正在厮杀争夺最强男团选秀时,忽然间大量的山河粉蜂拥,到了《创造营和青春有你的》的超话,寻求琉璃甲引爆话题。 综艺壁壶的优酷靠着山河令的爆红,走出了一条,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,难得有火炬在手就开始了打投的操作,搞了个累积足够琉璃甲,可获福利的活动,但平台有点飘飘然的心态,似乎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,加更策略被吐槽。 网友表示山河令用选秀打投的方式,加更吃相实在难看。 目前两大选秀综艺,谁能当老大还是未知数,但他们都知道山河令的观众,都需要琉璃甲。 以上是为大家盘点的十件山河令大小事,这个已经成为当下在播剧中,评分最高的一部古装武侠类作品。 有门派,有争斗,有传说中的武功秘籍,更有让人回味无穷的激情,势必会成为内地单改剧的经典之作。 除了这些大家还知道什么,精彩的山河令趋势吗? 记得留言让我知道,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,如果喜欢记得订阅按赞和分享,我们下个影片见。